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林聚离 昨天晚上的七点半 南京的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在南京南站 因为违规待客遭到了执法人员的查处 随后这名驾驶员竟开车撞向了执法人员 幸亏执法人员躲闪及时才会发生意外 不过旁边的一间执法亭遭了殃 继续现场报道 执法人员介绍 当晚六点这辆苏AB5091的出租车 在南京南站出租车停靠点违规拼坐 他们随即将驾驶员孙某的服务证暂扣 并要求他前往不远处的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接受处理 一名处理完的人你好时就开到车子 开到车子就开过来撞他 就这个驾驶撞过来把这个车子撞过来 然后第二次把车子倒回去 一从另外一个驾驶又过来撞 我已经撞过来了两次 在执法人员的大声呵斥下 孙某这才停车 但此时执法庭侧面已被撞出个窟窿 整个亭子也向后移了十几公分 记者在执法庭内看到 原本靠墙摆放的办公桌 已经离开墙面二十多公分的距离 电脑主机箱电话机等物品 因为遭受巨大的冲击力也摔落在地上 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 将孙某控制住 孙某不仅对执法人员查处自己有意义 还认为执法人员的态度不好 而执法人员表示 出租车在停靠点排队后客 必须要服从站点的管理 驾驶员如果斯兹兰克拼客的话 对其他的驾驶员不公平 同时也会引发巨载载载客等违规行为 使得乘客的利益受损 由于孙某不服从管理 且扰乱了站点秩序 执法人员勒林其庭院 并将其车辆机服务资格证赞扣 命警也表示 孙某驾车将执法庭撞坏 已涉嫌故意损坏公司财务 不仅要照大赔偿 还可能面临治安居留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